人生的恐嚇性說要嫁給一下 喔是啊這個 最近齁其實每天不管是在網路上的留言啊 或是私訊啊甚至我們的公務用的信箱齁 都有收到一些 針對我個人齁 或是我們同仁的一些 侮辱謾罵跟恐嚇攻擊的信件或是訊息 那基本上呢我是公眾人物啦 所以基於針對我個人的各種的侮辱謾 原則上我們都忍受 可是如果一旦是涉及到 我們團隊的同仁 或者是我的家人的人身安全 那這個部分我們絕對不會容忍 所以呢針對這些已經逾越了法律界限的恐嚇跟人身安全的威脅 我們也都已經依法來向台北市警局報案 也會依法提出告訴你 你不是在那一封信箱沒有寫的 許喬村粉絲 所以你是看什麼樣的訊息 他跟許喬村粉絲 我想他的那封信裡面開宗名義就是寫啦 如果我在對許喬心有批評的話 他就說我會在家裡面被炸死 那這個寄信的時間看起來也非常的明確 是在我們開始質疑了許喬心立委 他的這個家裡面有詐騙集團的相關的事情之後 那所以我覺得我當然相信許喬心立委他不至於去指使這樣子的行為 可是我也認為像這樣子的這種狂心粉的存在 動輒對不同意見的人提出人身安全的恐嚇 其實已經嚴重的拉低了台灣民主討論的品質 所以針對到如果是針對我們辦公室的同仁或是家人 有這樣人身安全的威脅我們是絕對不會姑息的 針對這個我們有挑出來特別去報案了 大概就有30件啦 那其他的部分我是覺得秉持的不浪費司法資源不濫術的原則 那基本上呢在能容忍的範圍之內我們都是盡量的容忍 但是也請大家千萬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戰法律的界限 當然除了這個所謂的要在家裡把我炸死啊 或者是說這個我會有危險啊要小心啊 然後也包括了一些這個預告說要對我進行跟追騷擾相關的文字 那至於是誰記得我想做這件事情的人自己心知肚明啊 在這邊我也不特別詳述到底是怎麼樣的字句 因為我希望呢如果你在這段期間 你有用這樣的字句去威脅任何政治人物的話 我希望你都可以反省因為我認為台灣的民主 應該還是要秉持著和平理性的原則來進行討論